昨天五一勞動節 勞工團體昨天發動了大遊行 在總統府集結 在遊行到立法院 勞工團體指出 低薪 工時長 國定假日減少 退休保障不足 加班費率四十年不變 呼籲立院藍綠白三黨挺修法 正面回應全國勞工的訴求 高舉標與全臺勞工代表集結凱道 在專屬的節日站出來爭權益 代表指出臺灣勞工低薪工時長 國定假日減少 退休保障不足 醫護移工血汗 勞動環境日益惡化 連保障勞工權益底線的勞基法 現實上卻成了天花板 還倒退休惡 勞團點名即將接任勞動部長的何佩山 准總統賴清德及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是曾讓勞基法休惡的三人組 並演出行動劇諷刺 勞團呼籲勞基法再修繕 先前砍掉的七天國定假日歸還勞工 勞退新制雇主提拨六趴退休金都實施了十九年 早該提高 以及加班費費率不能再不動如山 有行隊伍接下來前往立法院外 藍白綠三黨黨團也派出代表 傾聽勞工新生 而主辦單位也準備了兩顆藍白綠大球 從隊伍最尾端滾到舞台前方 要求各黨團兌現選前挺勞工的政治承諾 即將卸任的總統蔡英文 一早在臉書對勞工朋友說辛苦了 強調執政八年持續提升勞工權益 包括基本工資連八年調漲 從每個月兩萬元到今年兩萬七千多元 準總統賴清德也在臉書表示 民進黨一直跟勞工站在一起 就任後會透過不同政策確保勞工權益 包括維持勞保基金穩健運作 事辦彈性育嬰價等 記者林親民陳昌為朋友組台北報導